大家好 我是杰妮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还是要去关注一下 我们奔跑团的最新动向 一向专注传播正能量的跑男们 虽然录制节目非常的辛苦 但热心公益呢仍然不能停 而且这一回啊 据说亲友团都出动了呢 除了王祖兰的爱妻之外 据说咱们的孙丽娘娘也要驾龄呢 从第一季的公益跑鞋计划 到第二季的公益跑道计划 好男家族的公益计划完全停不下来 这回趁着在南京录制的空档 大家骑铁来到了当地的民工子弟学校 为大家又送鞋又送书 孩子王邓超一见到小朋友们就嗨了 我是谁 我是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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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邓轻王 我是郑台 我是郑台 邓轻王 还给我给我一个人 邓轻王 他没给他 他没给他 好啊 他没给他 他是郑阿 这个是 这个是李晨洪洪 一击一二三 李晨洪洪 你刚刚某个错了 上次李晨洪洪 应该是我 李晨洪洪 玩笑开过 咱们要开始干正事了 小朋友们 好难给大家带礼物来了 有请我们的四位 哥哥姐姐 把礼物发给大家好不好 好 一二三好不好 好 你在那车里是不是打听一点 没有是不是 非常对的 乖 很乖 在窗门说 你是这样不大 不大 太厉害了 除了跑男团 还有亲友团 王祖兰的妻子李亚男 也意外现身 和大家一起做公益 还有谁没有鞋子 还有谁要鞋子 你有了吗 你有了吗 不有了 不有了 我真的没有 奔跑兄弟 奔跑兄弟 每一个人我都喜欢 看着很开心 愿你们越办越开心 越办越好 我和欣欣你们 欣欣你们 欣欣 欣欣 好甜 欣欣 欣欣 我觉得我们其实以后 也可以 都在节目这过程当中 去参加一些这样的 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能够把真正的快乐 带给孩子们 我们是奔跑兄弟 跑男团 对 然后呢我们 我们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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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摸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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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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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眼看着操场上的小朋友们 沉浸在欢乐的海洋 喜滋滋地穿起新鞋 和跑男团的互动 让没能够参与的小朋友 可眼红了 而围观的人群中 也不乏许多 文讯而来的 跑男团粉丝们 各个扒着窗户拿着手机 只能再一次感叹 大家的人气可真高 大家看谁的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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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团的 我都喜欢 我都喜欢 你们不是这边是追过来的 对 从哪过来的 从好远的地方 哪呢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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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寒家里过来的 我们早上六点钟就来了 早上六点就来 对 我们等到几点 不知道 怎么能看到什么的 就回去了 他看不着呢 他看不着呢 看不着 看不着就死了呗 不过 追星归追星 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哦 房顶上的朋友 你们听见了吗 听我说 听我说 你们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知道你们 你们的热情 但是你们现在很危险 我不希望发生危险好吗 然后你们 保证自己的安全 尽可能的 早点下房地 好不好 好不好 感谢 然后也给我们的警察 警察部门和安保部门 减少的压力 谢谢你们 因为真的很危险 好吗 当然 大家这般程度的热情 也深深感染到了 各位跑男团的成员 我知道我们要上报纸了 快看那个 耶 耶 耶 没有人 快去抓 背上的头发 抓个头发 抓吧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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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的美好吗 好 太热情了 可爱 我头发还在吗 没有抓秃吧 特别热情 咱们的摆电阻拦 上来就被小朋友 撕名牌不说 还被认错 他们第一时间就是过来 撕我们名牌 这就是最对的 最对的 马上过来 然后还有人叫 王宝翔 陈赫还有了个新外号 热情可爱了 然后也给我起了个新的名字 刚才叫我大黑牛大黑牛 我说我不是大黑牛 干嘛 大野猪 我也是疯了 而上来就被喊 邓超伯伯的队长 真是看到谁都要给挖个坑 什么最小的成员陆寒 本来我以为我最小的 但是看到一些孩子们 叫我叔叔的时候 老了 觉得我也老了 哎呀 这么快呀 这真的蛮老的 陆寒叔叔 其实陆寒是 陆寒是 年龄是爆 假的 七年后 对啊 没有没有 我是八年后 一般到最后的时候都很干 你知道吗 主要是文化的水 你看我 我再说两句 我可以 反正我可以再说几句 咱们队长 能抓住机会调侃 就绝不放过 虽然我不是在这个子弟学校 但是你一地里 不是 但是当年我们的学校也是没渣跑道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有一个 修了一个那个塑胶跑道 哇 开心啊 这是一件大事儿对他们来说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用一句 我们在节目里经常形容我们嘉宾的一句词 就是今天来到这里 你们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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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经常形容嘉宾的一句话 就叫做今天来到这里 真是让我们感到 彭壁生辉 我这我还逼不过来呢 凯凯这个非常点题 就是这个跑道 曾 我们相信我们都应该跑过 没事 没生气 这麦的重现真的让我们感到 彭壁生辉 你跟浙江卫视有什么 没生气 还是 还是有情绪要表达是吧 这就算了 差不多就 凯凯刚刚说的是 我们小的时候 好像我们都没有跑过 因为我们站在这儿的 每一个人小的时候 你们应该都没有跑过 真的不是 塑胶跑道吧 我从小时 小时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真的跑过 有有有有 他跟我们差了很久的年纪 话说 这同一次来到南京路节目 大家的心情看来也不错 因为品种丰富的小吃 所有人都一副鸟变吃货的节奏 鸭鸭粉丝汤 臭豆腐 小龙虾 然后汤 汤圆 加米扣肉 对 我们是来吃的 我跟你说 跑男团应该不叫跑男 应该叫扣 吃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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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菜都不知道名字 他反正一上来就没有了 特别是以陈赫 这个是陈赫为首的 这个已经变成 他原来是从一个 是一根像 像青葱少年变成了一块门板 大母哥 大母哥 就从小小拇指边上 大母哥 大母哥的意思就是 这是他的头 然后肩膀 吃归吃闹归闹 这回南京的录制 正式是一位神秘大来宾的空将 孙丽娘娘 想想邓队长以前 可是放过这样的狠话 如果娘娘来的话 第一个月次 小心我 如果她来的话 真的 我放眼你会很惨 那么 事到如今呢 那个嘉宾不知情 什么 对 我们也不知情 对 发生了什么 这个不祥 不祥 等于敢 那个 娘娘的跑男之行 究竟会发生什么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奔跑吧 Family 娱乐部场 南京才与方报道